他得分太少了,太少了,才66倍,所以我觉得作为他们这个年轻的球员呢,一定要放得开,难道我相信古鲁岛啊,他们也会比较这些,去包服,好的,比赛已经开始了,应该有一个外援是奥赛罗亨特,好球这边是利用中间的突破,丁燕宇航,这球山东门防守奏效, 这个球完全应该投进,前面的减速非常好,双脚,但是最后手上控制了一项,有点,这本身是一个二加,从他这个位置来讲,就是,我们可以去揣测一个年轻人刚打CB联赛的心理,就是,如果我对位是外援,那外援比我强,我去挑战他,打进一个球,我都算成功,对, 虽然,好机会,好球,这是山东恐怕今天打中的第一个反击,对,就是,辽宁没打进,山东追身打,山东这两个外援,保护篮反,保护的还真不错,对, 丁燕宇航,三分也中,突破分球很简单,很,打到腿上了,丁燕宇航控制球,好球,真是,年轻人就是越打越有精彩, 对,看辽宇航这边,出销真快,好球,这个快攻成功,主要在于安德森这一下, 哇,这个大个儿一直延误到上面来了,同样不统一, 对,党拆根本就不统一,一个防上线,那个还出去延误上线, 这等于没人防了,直接突破了,将扩达到十一分的差距,还有两分钟, 嗯,丁燕宇航三分出手,进了,这样是八分的差距,没打进,直接甩长甩,又是丁燕宇航, 还好,还好,丁燕宇航很兴奋,一直往前冲, 两个万元还是第一选择,丁燕宇航,机会,没中,这个实际上还可以, 对于丁燕宇航来说,我个人觉得,今天这场比赛才算是真正CBA的开场, 非常不错,他这就是打的,今天就是,就是你的,你作为一个职业球员, 你第一个赛季,你注定要经历很多的不顺,很多最后一头由你来执行投尸的这种情况, 好,这样的话,全场比赛结束,辽宇航队在主场有惊无险地延续了六年的优势, 这是最终四分的差距,击败了山东队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